欢迎收听由万库文学授权的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闯成瘾 暴死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婷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芙蓉智 后期制作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出场CV 林小白 笑婷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以儿 第六十集 没事 反正累也就累这么一天 芙蓉智搂着乔温和一脸的笑容 拍了一天的照 最后累得乔温和走路都没有力气了 被芙蓉智直接抱着上车 开车往玫瑰园驶去 半路接到了芙太太的电话 让他们回老宅一趟 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你妈没有说什么事吗 乔温和今天累得半死 实在没有精力去那狼窝 对付那一群狼了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芙太太的电话都打来了 她还能不去吗 没事的 一切有我在 你休息会儿吧 到了我叫你下车 如果是以前 芙太太不知道乔温和搬进了 芙蓉智的家里住 那就不用带上她一块儿回去都可以 可是没有如果呀 芙太太早就知道他们同居了 芙蓉智的车 刚刚驶入芙家老宅的门口时 车前突然就跳出来一个人来了 吓了她一大跳 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疯婆子呢 不等她下车 耳边就传来了一阵阵的大骂声 芙蓉智你个没良心的狗东西 你口口声声说爱着我们家露露 为什么现在又和那个狐狸精在一起了 你就是存心想要把我们露露气死的 是不是 这么大的骂声 乔温和想不醒来都不行啊 她看着芙蓉智准备下车 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对着她摇了摇头 我想这应该是欧阳露的妈妈吧 是的 看样子她是一个疯子 你没有必要下去和一个疯子理论 还是乖乖地待在车里 等她骂累了之后自行离开吧 乔温和是理智的 她内心虽然害怕 但也不至于六神无主 芙蓉智坐在车里 听着外面的骂声越来越难听 她紧皱着眉头 深思了片刻 拿出手机来打给了欧阳露 你妈妈在福家老宅 赶紧把她弄回去 半个小时之后她还在 我就会报警 说完 不等欧阳露说话 她就把电话掐断了 乔温和看得出来 芙蓉智不喜欢欧阳露 而且还有点讨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自己离开的这两年 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 不然芙蓉智不会对她如此绝情的 欧阳露接到芙蓉智的电话时 她正在福家老宅里 听完了芙蓉智的话之后 她吓得全身都在颤抖 搂着芙太太的手臂哭起来 阿姨 我要怎么办啊 芙蓉智说只给我半小时 如果半小时之后 我妈妈还在门口 她就要报警 那就让她报警吧 欧阳露突然说着 今天福爷爷不在家 外出旅行去了 不然他们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 在福家老宅子里兴风作浪 但是 但是越是这样的 芙蓉智就会离我越远的 欧阳露是真的不舍得离开芙蓉智 可是她无奈没有办法呀 芙蓉智的心里压根就没有她的位置 哪怕只是一点点都没有 欧阳露的妈妈是个精神病患者 一般情况下都被关在医院里 如果不是有心人所为 她是不可能出现在福家老宅的门口的 芙蓉智也不傻 她坐在车里仔细地想着这一切 看来这件事情 还真是有人在背后操作着 她一定要抓住这个人来 不会让她好过的 想什么呢 乔文和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 脸上带着笑容 想点事情 芙蓉智也不隐瞒 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其实你已经猜到了 不是吗 可是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芙蓉智一脸不解地问着 像是在问着自己 又像是在问着乔文和 乔文和听后 露出了一抹无奈的笑容 原因很简单呢 他们不想让我们重新在一起 就怕我们会复合呀 担心我们把他们之前做的那些丑事啊 给挖出来 绑将案我一直都在查 但是还没有查处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 只是不愿意相信 不是吗 乔文和是一个聪明人 事实地打断了芙蓉智的话 反正这件事情 她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她就不相信 罗之音那个女人有那么大的本事 一手遮天 把所有的事情都能掩盖得住 我觉得呀 你今天不用进去了 因为这一出戏啊 都是他们策划出来的 乔文和看着车前那一个疯女人 明明就是被利用的 却依旧可怜地让人心疼 你有什么办法 不妨说来听听 傅蓉智歪着头看下了乔文和 啊 想必欧阳路和欧阳飞啊 这会儿都在福家老宅内呢 按你的意思 只给他们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样他们的确是很难做出抉择的 那现在他们从老宅子里走出来 把他母亲带走了 你会怎么看他呢 如果他一直不出来 你又会怎么样看他呢 乔文和很理智地分析着问题 那他就准备躲在里面不出来了吗 芙蓉智嘲讽的一笑 我就是要让他原形毕露 可问题是 他现在露出原形来了 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 因为你妈妈要对付的人 不止是我 还有你 乔文和看问题也很独特的 啊 是吗 芙蓉智一脸不敢相信地反问着 不过他是一个聪明人 那么大公司的总裁 想一点问题也是很容易通的 只要他静静地想想 那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不难解释福太太 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反对 他和乔文和在一起了 乔文和从前在福家当牛做马的 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可从来都没有被人当成一回事过 如果不是那一次他跳海消失了 芙蓉智四处打听着乔文和的下落 派了好多人去寻找着他 而如果不是官阵实在看不下去了 才把乔文和在福家所遭遇的困难和痛苦告诉了他 如果不是官阵告诉他这些 有可能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毕竟乔文和是不会对他说这些不堪的过往的 而福太太更是不会说自己曾做过的那些尖酸刻薄的事 他们两个人在车里聊得正投入 外面的疯女人拿起一块石头朝着车头的玻璃一扔 砰的一声 车的玻璃被击碎了 那玻璃碎片也四处飞起来 吓得乔文和大惊失色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由万库文学授权的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闯成瘾 暴死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挺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福荣志 后期制作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出场CV 林小白 笑挺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以儿 第六十一集 你个臭不要脸的女人 给老娘下来 那疯女人越来越神经失常了 对着车里的两个人大喊大叫着 乔文和的眼睛 被那玻璃碎片刺得好疼 眼睛都睁不开了 而且痛得大哭起来了 怎么有这么疯的女人 乔文和难受地说着 那语气里带着惊慌与不安 福荣志看着乔文和受伤的眼睛 内心的那股火一下子就窜上来了 拉开车门就冲出去 我什么时候说过爱你的女儿了 你哪这儿都听到过了 拉着欧阳路妈妈的手 对着她大吼起来了 想来欧阳路的妈妈也没有想到 福荣志会对着她大吼起来 而且还那么的凶 吓得她六神无主起来了 全身颤抖的厉害 都是她 都是她 她想要害我的露露 福荣志见情况越来越糟糕 打了报警电话 马上又打了抢救电话 她不可以再让乔文和出任何的事情了 乔文和好不容易回到了她的身边 她保证过会好好的照顾她的 难道现在这样 就是对她最好的照顾吗 内疚 惭愧 一下子全部涌出来 看着乔文和眼角流下的血 福荣志的心都快要碎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 欧阳路的母亲会疯到了这种地步 喂 欧阳路 想不到你这么狠心 放着你妈妈发疯伤人也不理会 你就等着她在牢里度过余生吧 福荣志打通了欧阳路的电话 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 就把欧阳路的电话号码给拉黑了 欧阳路听到后整个人都傻了 她不过是想要利用一下妈妈的风 来吓一下乔文和 从来都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啊 把她吓得眼泪流个不停 但是那又能怎么样呢 福荣志的心里就是认定这事是她导演的 可是这个结果欧阳路也是不想看到的呀 她不想让自己的妈妈在牢里度过余生啊 带她反应过来 回拨着福荣志的电话时 那便已显示无法拨通了 欧阳路像双打的茄子一样倒在了沙发上 福太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她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一脸担忧地问着 露露 发生什么事了 欧阳飞看着女儿这样也一脸地心疼 关心地问 是不是荣志打电话给你了 她说妈妈伤人了 妈妈的余生又在牢里度过 欧阳路伤心地痛哭着 欧阳路听到了警车声 快速地跑出了门口 警察带走了她的妈妈 她想要冲上前去阻止 可惜被福太太拉住了 你现在过去 于事无补 不如 随她去吧 什么 欧阳路听着这话内心一阵不解 那个人是她的妈妈呀 从小辛苦将她拉扯大的妈妈呀 现在福太太居然拉着她 不让她去救妈妈 欧阳路的内心 涌现出了一种无法言喻的悲伤 看着爸爸站在门口 远远地看着妈妈被警察带走 却没有半点想去救人的意思 那一刻 欧阳路觉得自己简直是太愚蠢了 经历了这么严重的打击之后 欧阳路开车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不吃不喝地 躺在床上一直痛哭 芙蓉智把乔温和送进了手术室之后 她焦急地等待着手术室的门被打开 这种等待的心慌 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芙蓉智搞不懂 为什么欧阳路会如此决绝 更让芙蓉智想不通的是她的母亲 为什么要如此恨乔温和呢 很快 手术室的门被护士打开了 不过是一脸着急地跑出来的 谁是生者家属 我是乔温和的丈夫 芙蓉智一脸着急地冲到了护士的跟前 生者怀孕五周 不过现在眼角膜受损 我们必须药物治疗 给她快速地修复眼角膜 护士将一张手术风险通知书 交到了芙蓉智的手上 但是孩子没有办法留下了 因为药物对胎儿有影响 所以必须流产 护士 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芙蓉智知道乔温和一心渴望 得到一个健康的孩子 这好不容易怀上了 却在因这次意外而流产 简直就是老天在和他们开玩笑啊 对不起 我们唯一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继续拖延时间 生者很有可能会失明 护士好心地提醒着 芙蓉智内心有着一万个不舍 却不得不赶紧在上面签字 只因她不想让乔温和再受到伤害了 可是终究是因为她 乔温和才再一次地受到了伤害 而且好不容易盼到的孩子 也无缘来到她的身边 乔温和回到病房之后 静静地发着呆 一声不吭 看着这么安静的乔温和 芙蓉智一脸担忧地问着 是不是后悔和我在一起了 嗯 乔温和快速地回答 芙蓉智脸色微微一变 叹息一声 对不起 本来想着回一趟老宅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一定会护你周全的 却没有想到害你伤成这样 明明是很高兴的一天 却变成了伤心的一天 乔温和一脸伤感地说着 芙蓉智叫了外卖 打开了饭盒 递到了乔温和的面前 只可惜乔温和一点胃口也没有 就算你不想吃也必须吃 只有把身体养好了才可以再怀孕 芙蓉智帮他把饭菜摆在面前 劝着他 说真的 我一点胃口也没有 但你放心 我会吃的 乔温和看着那些饭菜发着呆 嘴上是这么说没有错 但是手却静静地放在那里 动也不动一下 傅蓉智看不下去了 拿起筷子夹了一块肉送到他嘴边 好了 我知道你难过了 别再想那些事了 赶紧多吃点 把身子养好吧 乔温和看着他夹着一块肉放到自己的嘴边 对着他说 你把筷子给我 我自己来 傅蓉智刚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就听到乔温和继续说着 我们又不是很熟 傅蓉智怂怂肩膀 一脸的无奈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我比你更难受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由万库文学授权的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闯成瘾 BOSS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挺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胡蓉智 后期制作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出场CV 林小白 笑挺书生 道明 乔以儿 第六十二集 福家老宅 一大早福老爷子就从外面回来了 他感觉今天家里异常的冷清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感觉涌现出来 当他走进大厅时 看到了陈琳 问 灵灵 你哥这几天有回来过吗 陈琳本来拿着手机在打游戏的 这会儿听到外公的问话之后 马上从手机里抬起头来 回答道 听说昨天晚上回来了 可是我没有看到哥哥进屋子里了 那他为什么不进来 福老爷子也一脸的不解 听说是被欧阳路的妈妈在门口给拦住了 而且还把乔温和打伤了 陈琳不过是陈述着一个事实 福老爷子也没有空闲时间去纠正陈琳的不礼貌 如果放在过去 他肯定会骂陈琳 乔温和是他嫂子 不可以这么没礼貌地直呼其名的 但是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 福老爷子脑海里只记住了一句话 把乔温和给打伤了 灵灵 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福老爷子吓得脸色都绿了 外公 你是想要知道乔温和的情况吧 他人现在在医院里躺着呢 听说孩子没有了 陈琳说得很轻松 好像脸上还带着一丝丝雀跃呢 反正他是不怎么喜欢乔温和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陈琳就是不喜欢乔温和 乔温和从小就在福家长大 也没有和他吵过架呀 更是处处都让着他 他还一直看人家不顺眼 或许是女人天生的妒忌心吧 陈琳从小就觉得乔温和长得很漂亮 他自己都恨不得和他换一张脸 赶快陪我一块去医院看看 福老爷子现在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曾孙子 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他一直期盼的是曾孙子 为什么会这么不幸啊 我不去 外公你让司机送你去吧 陈琳不想去面对乔温和 本来他就不喜欢乔温和 就更没有必要去医院里看看他了 我让你去就得去 福老爷子这下子发狠话了 医院里福荣志看着乔温和把一碗饭吃完了 递了纸巾给他擦着嘴巴 要不要喝点水 这是小护士走进来了 看着他们好心地提醒着 病人不可以喝冰水 要喝温水 要注意保暖 不可以吹风扇 赶紧把风扇关了 这流产也是坐月子啊 虽然孩子没有顺利地生下来 但是母体还是受了伤害的 正好这是福老爷子走进来 荣志 温和 这是怎么一回事 乔温和显然不知道福爷爷怎么会来的 更让他奇怪的是 福爷爷怎么搞得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样子啊 福荣志看到爷爷 快速地让他坐到病房里的椅子上 哦 爷爷旅行回来了 今天一大早回到家里 就听说出了大事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福来虎一脸严肃地问着 显然乔温和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 看来福太太的胆子真的不小啊 趁着福老爷子不在家 就兴风作浪起来 真不知道他究竟想要把福家搞成什么样子才安心 乔温和 你的脸怎么跟死人一样啊 陈琳看着乔温和一脸的憔悴 吓了一大跳 陈琳从小就娇生惯养 说话也口无遮拦的 乔温和没有和他一般见识 况且这事也怪不得他呀 死了更好啊 我倒是想死 可惜爷爷爷不收啊 乔温和无力地说着 孩子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福老爷子一脸地不知所措 在他得知儿媳妇趁他不在家 做出这种事情来时 他的内心也是愤怒的 但是再怎么样事情也发生了 他也不希望看到乔温和如此悲观下去 爷爷 有时候我都有些怀疑 福太太到底是不是福家的一份子啊 乔温和实在是忍不住了 才这么问 芙蓉智听后身子微微一正 其实他的内心也有点怀疑起来了 为什么福太太会做出 这样有失颜面的事情来 而且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是真正为芙蓉智着想的 更不会照顾到福家的颜面 福老爷子想要说什么 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拉着乔温和的手 语重心长地对他交代了一句 对不起呀 温和 是我们福家欠了你太多 不过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单独和你说 芙蓉智和陈琳听了这话之后 乖乖地离开了病房 爷爷 你有什么话 就直接和我说吧 乔温和不知道 福老爷子究竟要和自己说什么 但是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来 他对自己的态度有所改观了 爷爷知道你是好孩子 求你一件事情 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请你不要离开荣治 不要离开福家 福老爷子握着乔温和的手 一脸严肃地说 爷爷 我 乔温和想要说他做不到 但是福老爷子似乎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双腿一弯 准备跪在地上求他 乔温和见着架势下得不轻 快速地从床上坐起来了 拉着福老爷子的手 爷爷 你不可以这样做呀 很明显是扯疼了伤口 疼得他眼泪都在眼眶里打着转 福老爷子听了他的话之后 也不再坚持地下跪了 只是再一次地说着 温和 你要听爷爷的话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请你不要离开荣治 离开福家 爷爷 这事 我尽力而为 乔温和捂着伤口说着 眼睛上有伤 不可以流泪的 不然会失明 福老爷子也不再逼他答应了 这件事情也只能顺其自然了 好的 那你好好养身体 等出院之后 就回荣治的玫瑰园柱 没事不要回老宅了啊 福老爷子听到这句话之后 多少有点安慰 谢谢爷爷关心 乔温和感觉到了 福老爷子的真心关怀 他也感激地点头道谢 福太太听说福老爷子回来了 吓得都不敢回家了 找了一个借口说自己去旅游了 没有那么快回家 而福荣治这时候 也聪明地把福太太名下 所有的银行卡都冻结了 他再也不是两年前的那个福荣治了 什么事情都听从福太太的安排 陈琳平时也不怎么喜欢福太太 不过碍于她和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 不怎么理会她 现在她不在家了 自己也落得个清静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由万库文学授权的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闯成瘾 BOSS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亭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福荣治 后期制作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出场CV 林小白 笑亭书生 道明 乔乙儿 第六十三集 陈琳的心里也想着 为什么福荣治就非要和乔温和在一起呢 最重要的是妈妈还支持哥哥这么做 更让她想不明白了 还是等妈妈回家之后再问个清楚吧 倒是福太太出去旅行之后 福老爷子为了更好地照顾乔温和 就直接让福荣治把她接到福家老宅住了 本来乔温和还有点不愿意的 可是听到福老爷子说 温和 你就放心吧 你妈妈不在家了 我都是为了你好 不会让她伤害你的 谢谢爷爷 乔温和觉得如果再不听老爷子的话 就显得有点矫情了 也不再坚持 跟着福荣治一起回到了福家老宅 当乔温和回到福家老宅时 刚好是吃饭的时间 福老爷子特意让家里的佣人 煮了月子的饭菜给乔温和 福老爷子也看出来了 乔温和是真心为了福荣治好 过去的那些事情她也不愿意再提了 现在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她 爷爷 为什么今天家里做这么多好吃的 陈琳看着一大桌子的大鱼大肉 还有着平时家里不常吃的酸猪脚 她嘴馋地夹了一块吃起来 福老爷子看着这外孙女一脸地不懂事 无奈地摇了摇头 灵灵啊 这些菜都特意让阿姨做给你嫂子吃的 为什么 陈琳一脸不解地问着 为什么她一个外人都可以得到这么好的照顾 难道我就不能吃一块吗 没有说你不能吃 吃就吃 吃都堵不住你的嘴 福荣治不想在家里看到战争 福太太不在家 家里也清静了不少 只是没有想到 这陈琳也是一个让人不省心的人 说的每一句话都针对着乔温和 乔温和也不想与她一般见识 看也不看她一眼 自顾自地吃着饭 她的确是累了 而且身体虚弱得很 她一年前生下萱萱的那会儿 就几乎死掉了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了 她就想着为萱萱好好活着 要把她抚养成人 可惜意外真的让人措手不及 乔温和想快点怀孕 却没有想到孩子都在肚子里萌芽了 而她却一点都不知情 或许她早一点知道自己怀了孩子 一定不会上福太太的当 来什么老宅子 更不会和芙蓉智走得那么亲近 但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的就是后悔药 乔温和吃着饭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真的很想痛哭一场 可是她眼睛受了伤 现在不能流泪 不然以后会失明的 她还想看着萱萱长大 所以不可以失明 乔温和随便吃了一点就放下了碗 爷爷 你们慢慢吃好 我吃饱了 怎么吃这么少啊 要多吃一点才可以把身子养好的 傅老爷子一脸关心地说着 要不 再喝一碗汤吧 是啊 再喝一碗汤吧 芙蓉智一边说 一边盛了一碗汤 放到乔温和的眼前 一脸气球的表情看着她 乔温和是真的吃不下了 但是看着他们爷孙俩那副真诚的脸孔 又不好意思拒绝 只好端起碗来喝 哼 矫情 陈琳看着这一幕就觉得不舒服 凭什么乔温和一个外人 就可以得到那么好的待遇呢 而她平时吃多少 却没有人在意 看来啊 她还是不够乔温和那么有本事 想想就让她心里非常的愤怒 幸好芙蓉智看出来了她一脸的不服气 往她碗里夹了一块肉 啊 女孩子要多吃点肉 那样才会长得胖一些的 哥 是不是你就喜欢胖的女孩子啊 陈琳故意那样问的 怎么这么问呢 不是你自己说胖的女孩子好看的吗 可是这乔温和一点也不好看 为什么你就非要跟她在一起呢 陈琳真是一个没长大的丫头啊 说话总是那么的带刺 灵灵 怎么说话的 福老爷子实在看不习惯这个外孙女没大没小的样子 低吼着 陈琳一脸委屈地继续吃饭 不再说话了 乔温和放下了碗 起身准备离开 荣志 温和刚刚出院 身子还弱 你带她上去休息吧 福老爷子也放下了碗 好的 福荣志也吃饱了 快速地来到了乔温和的身边 抱着她朝着楼上走去 带乔温和回到了卧室之后 躺在了舒服的大床上 一脸享受地闭着眼睛 身体的虚弱 导致她一动也不想动 啊 和你在一起 真的太辛苦了 乔温和感慨着自己这段时间所遇上的事情 似乎和福荣志的关系越好 她受的苦就越多 无奈啊 谁让她有着不得已的理由 非要和她在一起不可能 诶 福荣志 你有没有想过再婚啊 乔温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睁开了眼睛看着福荣志问着 我再也不会结婚了 福荣志听了她的这个问题 笑了起来 可是这话听到了乔温和的耳朵里 有着别样的情愫 她以为是福荣志爱欧阳路 爱到再也无力去爱别人了呢 她现在是不会明白 福荣志为什么会这样说的 真看不出来 你还是一个胆小鬼啊 乔温和笑了笑 这话怎么说呢 福荣志不解 好了 没事了 你呢 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与我呀 没有八毛钱的关系 我累了 先休息了 乔温和 乔温和一脸疲惫地闭上了眼睛 她不愿意再继续这个话题了 福荣志也不想打扰到她的休息 看着她脸色越来越苍白 她的心 疼得在滴血 福荣志也从身后搂住了她的腰 手感一点都不好 瘦得全是骨头 让她心疼得 恨不得受罪的那个人是自己 我一定会好好地疼爱你呢 福荣志小声地说着 但是我希望 你也不再恨我了 嗯 乔温和像是睡着了一样的 轻声地硬着 宝贝 我们永远不要再分开了 乔温和翻了一个身 哎 你不要乱叫啊 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叫你呢 琴倩都是这样叫你的呀 你和她可不一样啊 福荣志不打算轻易放过她 我和她哪里不一样了 她都可以叫你宝贝了 为什么你男人我就不可以叫呢 你又不是我一个人的男人 本集故事 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万库文学授权的 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闯成瘾 暴死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挺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 胡荣志 后期制作 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抽场CV 林小白 笑挺书生 道明 第六十四集 你说什么 芙蓉之气的脸都绿了 一把将要睡着的乔文和拉起来 你说我不只是你一个人的男人 那我还是谁的男人了 乔文和轻轻地张开了眼睛 看了他一眼 瞪着他 喂 你有没有睡过其他女人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要不要对我这么粗鲁啊 芙蓉之简直就是败给这个女人了 她真的是错了 就不应该和一个受过伤的女人谈这个问题 毕竟以前是她对不起她 才会让她一直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 你好好休息 我去城河早在出来陪你 宝贝 芙蓉之不想继续纠结这个问题 帮她盖好被子 朝着浴室走去 都说不要乱叫了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乔文和闭上眼睛继续睡觉 那我就叫你温和吧 嗯 试边吧 乔文和的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听 大家都管她叫温和 这样不好吧 大家都这样叫你 我也这样叫你 显得我们俩的关系有点生分 宝贝 我就要叫你宝贝 我叫我的 你不喜欢就不要听好了 芙蓉之走进了浴室 伸透出来说着 乔文和不想和她继续吵下去 背对着她睡觉 她是真的很累了 这段时间天天都过得很紧张 现在孩子没有了 身心越发疲惫 难得福太太不在家 福老爷子对她也有所好转 看来她以后在福家的日子 也不会太难过了 只是一定要趁着福太太回来之前 尽快地搬出去住 这样长期住在福家老宅 可不是一个办法呀 那样她早晚都会变成一个 神经病患者的 想想心就累 眼睛也打起架来了 慢慢地就熟睡过去了 芙蓉之冲好澡出来 听到乔文和清浅的呼吸声 就知道她睡着了 不愿意打扰到她 这几天陪着她在医院里 好多工作都没有处理 她用毛巾擦了擦头发 就朝着书房走去了 她晚上把耽误掉的工作 都处理好 等到白天就有空 可以多陪陪乔文和了 彼此增加一下感情 也是很不错的事情 很多时候 他们在一起相处 也是很和平的 只是不能回到福家老宅 这里是个多事之秋的地方 哪怕是她想好好地保护她 但是很多事情 都不按她想地来发展 这次意外流产的事情 让芙蓉之对乔文和越发的愧疚 一心只想尽全力来好好保护她 到头来 还是让她受到了 那么沉重的伤害 次日一大早 乔文和被饿醒了 她也不知道 为什么肚子那么快就饿了 而且还恨不得马上就吃到东西 芙蓉之 我好饿呀 乔文和可怜巴巴地说着 芙蓉之睡得正香 听到乔文和的声音之后 很不情愿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她笑了笑 现在知道饿了吧 昨天晚上都让你多吃点了 就是不听 你什么意思啊 乔文和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下子就恼火地大吼起来了 芙蓉之看着她这样子 想必是饿得发慌了 不然也不会这么上火的 她赶紧爬起来 朝着门外冲出去 你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扶老爷子看着芙蓉之跑得这么快 一脸不解地问着 一大早的这么匆忙 芙蓉之平时可不是这个样子啊 爷爷 有没有早餐呢 我要马上端一份上去给温和吃 芙蓉之一脸求救的表情看着爷爷 爷爷是过来人 看出来端你了 笑着说 哼 有 你下去端吧 这刚刚流产了 要少吃多餐 会饿证明她的身体正在慢慢地恢复 芙蓉之听了爷爷的话之后 立马头也不回地朝着餐厅跑去了 幸好今天早上阿姨做早餐的速度比较快 这才六点钟 餐桌上就摆好了各种各样的早餐 有中餐也有西餐 芙蓉之随便拿了一些 就快速地回房间去了 她可不想让某人因恶而发脾气啊 看来女人真的不好养啊 简直就是悲催啊 乔文和这会儿已经刷好牙了 正在洗脸 听到房间的门被打开 立马冲出来问 有吃的了吗 有了 这些都是你平时喜欢做的早餐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嗯 我都吃得好了 我都快饿死了 乔文和将毛巾递给了芙蓉之 端起了她手中的盘子 快速地拿着糕点往嘴里塞 那样子像极了一个逃难出来的人 仿佛好长时间没有吃过东西似的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 毕竟她身体消耗了太多的能量 如果再不好好地补一补 她真的会很快就死掉的 她可不想那么快去见阎王啊 她想看着自己的孩子健康地成长 在萱萱的病还没有得到治疗之前 她不允许自己出事的 你可不可以斯文一点呢 这样子让别人看到了 以为我虐待你了呢 芙蓉之看着她那狼吞虎咽的模样 拿着纸巾替她擦着嘴 好心地提醒 换来了乔文和不屑的冷哼 你能不能虐待我啊 她一边吃一边不停地抱怨着 要不是因为你 我哪里会受那么多罪啊 更不会好不容易 怀上了孩子也留掉了 说起这件事情来啊 芙蓉这也是一脸的伤感 整个人也没有一点精神了 不过很快地就恢复了心态 在乔文和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放心吧 我们还年轻 很快就会再有的 很多事情一旦发生了 就没有办法去改变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去勇敢地面对新的一切 希望吧 我真的很想快点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乔文和吃得有点撑了 打了一个宝格 伸了一个懒腰 一脸满足地说着 我们还年轻 所以必须好好努力 得到自己想要的 芙蓉这也看到他吃饱了 消停了 自己也累得倒在床上继续补觉了 昨天夜里他忙到半夜 天蒙蒙亮才睡着了 这不才睡下就让乔文和给折腾醒了 他累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你吃饱了吗 嗯 那就继续睡吧 现在还早 再睡会儿再起床 可是我睡不着了呀 你自己睡吧 我去看电视了 乔文和不买账 说着就走出去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由万户文学授权的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闯成瘾 暴死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亭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芙蓉智 后期制作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出场CV 林小白笑亭书生 第六十五集 乔文和不可以出门的 要好好的待在家里坐月子 芙蓉智就陪着她在家里 乔文和很难得有这么清闲自在的时间 她乐在其中 抱着电视啃了一天的电视剧 直到吃过晚饭之后 实在累得不行了 才转身朝着浴室走去 看了一天的电视剧 说不累都是假的呀 她看着浴缸里的温水 好想跳进去泡一泡呀 但是她这段时间不可以泡澡的 只能淋浴 乔文和想了想 干脆就洗干净了身子 然后跳进了浴缸里去 准备泡一下就马上跳出来的 谁知道那水泡在身上太舒服了 一下子就倒在浴缸里睡着了 芙蓉智看着乔文和进去那么久了还没有出来 吓得她脸都白了 该不会在浴室里出什么事情了吧 温和 你怎么还没有洗好啊 芙蓉智敲着浴室的门 关心地问着 乔文和本以为芙蓉智去另一个浴室里洗澡 这会儿睡下了 自己也是舒服过头了 一下子泡得睡着了 听到了芙蓉智的叫声之后 快速地拿过一件浴袍往身上一套 就走出来了 看着芙蓉智的脸色不好 一脸害怕地说 你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啊 乔文和的语气里有着浓浓的不满 甚至还有点抱怨的味道 芙蓉智拿过一支酒开来喝 没有应他的话 只是细细地品尝着杯中的红酒 乔文和不解地看着他 你好像心情不怎么好呀 谁惹你了 芙蓉智看到乔文和从浴室走出来之后 完全把他当成了透明人 对他不理不睬的 我怎么问你话呢 乔文和非常愤怒地双手 按在了芙蓉智的肩膀上 这时芙蓉智不得不抬眼看着他 不过乔文和见到他这时的模样 吓得往后一退 你 你有心事啊 还是公司遇上什么麻烦了 没事 芙蓉智淡淡地硬着 语气和先前完全不像一个人 他刚刚还担忧着他 关心着他 这会儿他从浴室里出来一眨眼的功夫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脸的冰冷 眼底流露出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忧伤 你不要喝了 你去床上休息 乔文和一把抢过了他手中的酒杯 我又没喝多 休息什么 芙蓉智不愿意去 乔文和大着胆子 非常小声地询问着 是不是欧阳露的妈妈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一直不明白 这事终究会怎么样解决呢 更想要知道欧阳露和芙蓉智 在这两年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说他干什么 芙蓉智走到阳台边看向马路 全身上下散发出一股生人物尽的气息 为什么不能说他呀 而且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受到惩罚呀 你不愿意告诉我 我就明白了呀 这些事情不是我该问的 因为我压根就没有资格 乔文和转了一个圈 一个闪身坐到了床上 爬到了床中央去坐着 拉过被子来盖住了头 芙蓉智的心里 本来爱着的人就不是自己 乔文和一直明白 芙蓉智与他 无论他离开的多长时间 他的心里永远都没有他的位置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床边上有动静了 乔文和微微将被子拉下来一点点 见到的是芙蓉智坐在床边上了 你干嘛 乔文和吓得快速躲到床脚去 怀中抱着被子 脸皱成了一团 看样子吓得不轻啊 这时的芙蓉智危罪 一脸似笑非笑的模样 爬到床上 一点一点地向着他靠过去 芙蓉智 你要干嘛 你不要靠近我 你去那边坐 听到乔文和这一点威力 都没有的警告 芙蓉智继续朝着他爬过去 而且看着他吓得全身颤抖时 紧紧地将他捞入怀中 抱着他亲吻着他的绣发 如果换成是正常的情况下 乔文和倒也没有那么害怕 这芙蓉智喝醉酒之后 嘴里一直叫着他的名字 让他帮着他珍茶倒水的 让乔文和很是恼火 被人这么直呼其名地叫唤着 像女佣一样的感觉 真的让乔文和非常的不爽 可是他的警告才说出来 感觉腰上就一紧 被芙蓉智用力地搂着动 也不能动一下 他感觉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你起来呀 芙蓉智你赶紧起来 乔文和用力地推着他 想要振开他的怀抱 慢慢地他也不再反抗了 想到了他在芙蓉智过得也不容易 乔文和突然安静地 由着他这样抱着 不过让人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芙蓉智压根就不是什么好人 他放开抱着乔文和的手 突然间低下头来 吓得乔文和大叫出来 不等他逃跑 嘴就被堵住了 芙蓉智突然之间吻住了他 吻得他全身都软绵绵的 乔文和已不再是无知少女 但是和芙蓉智像这么深情的接吻 还是头一回 他像一个没有经验的少女 傻瞪着眼睛 不知如何是好 体内有一股电流流至全身 一团团烈火在他的嘴里传送过来 仿佛撩拨着他每一个细胞 他快又受不了了 感觉自己都要被他吞入腹中去了 要不是因为芙蓉智这会儿醉得不省人事 乔文和不敢想象 下一步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芙蓉智 芙蓉智醉得不省人事了 嘴里还不停地叫着乔文和的名字 乔文和被这一声声的叫唤声 惹得冰封的心 涌现了点点涟漪 他到底是心里在想着他呢 还是恨着他呢 你为什么会叫温和呀 乔文和低下头 在他的耳边小声地问着 他心中也没有底 不知道芙蓉智 有没有听到他的问话 在安静的夜里 乔文和想着 应该是无法得到他的答案了 芙蓉智的嘴巴轻轻地蠕动了一下 声音小的只有他自己能听得到 可就算那声音再小 乔文和都听清楚了 我爱他 可是他恨我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万库文学授权的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BOSS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亭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福荣志 后期制作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出场CV 林小白 笑亭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乙儿 第六十六集 伤心的话语 流露出太多的思念与爱恋 我爱他 可是他恨我 乔文和傻眼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在他留掉一个孩子之后 会听到芙蓉之内心的秘密 芙蓉之内心深爱着的女人 并不是欧阳路 而是她自己 曾幻想过许多 她叫着自己名字的可能 但是从不曾想过 她的心里是爱着自己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心里的最爱 不是欧阳路吗 怎么会是我呢 乔文和一脸落寞地抱住了芙蓉之 在这安静的夜里 她贪恋着她温暖的怀抱 想趁着她醉得不省人事 偷偷地享受一下她的温暖 此日一大早 晨光透过落地窗 洒进了柔软的大床上 芙蓉之醒来了 微微一个转身 看到身边躺着的乔文和 乔文和感觉到身边的人动了 她睁开眼睛 口齿不清地说着 不要害怕 昨天晚上 你睡得很安稳 摆明她有所隐瞒 想着芙蓉之内心的矛盾与纠结 她实在不想提 昨天晚上的事 你喝不了就别逞强嘛 你喝醉了伤身还伤心 而且还害人 芙蓉之靠着床头坐着 一脸高深莫测的样子 也不与她一般见识 随着她在那里抱怨 有人在外面敲着门 乔文和起身来到了门前 门口站着福家的女佣 乔小姐 早餐都做好了 麻烦你快点下去吃 不要让一桌子的人等你 乔文和点了一下头 算是知道了 站住 准备关门时 芙蓉之走出来了 女佣轻轻一个转身 芙蓉之毫不客气地骂着 你什么东西 乔文和是我的老婆 福家的少夫人 谁让你叫她乔小姐的 女佣一脸害怕地垂下头 小声说着 是太太让我们这么叫的 哟 想不到人都不在家了 还敢在家里使着坏 乔文和嘲讽地笑着 幸好自己和芙蓉之还没有复婚 只是重新住一块了 这芙太太一点都不待见自己 这要是真的复婚了 这芙太太不得使出全身伎俩折磨她呀 芙蓉之阴沉着脸关上了门 她搂着乔文和在怀中 不和她们一般见识 来 帮为父穿上衣服 什么嘛 多爱 我们还没有复婚呢 你不要搞得我 好像你老婆一样好吗 乔文和逃出了她的怀抱 你就是我老婆呀 我的老婆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 芙蓉之玩味地笑着 当芙蓉之和乔文和一块来到餐厅时 居然一大早就看见了欧阳路 她精心地打扮过了 坐在餐厅的中央 和夫老爷子聊着天 怎么她又来了呀 啊 谁 乔文和小声地低难着 芙蓉之正了正 乔文和目光扫了眼欧阳路 芙蓉之很快就心领神会了 爷爷早啊 乔文和礼貌地和夫老爷子问好 夫老爷子一脸笑容地硬着 芙蓉之拉开身边的椅子 让乔文和坐在她身边 而且还特意地说 问何呀 真不知道我们家什么时候变成公共场所了 什么人都能进来 你什么意思啊 欧阳路一听这话 气得脸都绿了 在场的除了欧阳路是外人 大家都是福家的人 乔文和一声不吭地吃着自己的早餐 内心早就笑翻了天 欧阳路 谁拯你进来的 福老爷子这会儿也好奇了 明明罗之音都不在家了 而这个欧阳路都不是福家的一份子 为什么还像从前一样的 可以出入自如呢 难道说福家现在也成了欧阳路的家了 爷爷 是我让管家给我开的门 想来大家都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来串个门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欧阳路一脸尴尬地解释着 我们家不需要你这样的人来串门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进我们家 福荣志喝着粥 一脸严肃地警告着 欧阳路脸上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 他听到福荣志的话之后 马上就拉长了一张脸 荣志 我并没有什么坏心眼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这里是我家 我说不准你来就不准 怎么着 福荣志真的很讨厌这样虚伪的人 乔文和听着他们的对话 感觉心情很是愉快 福荣志看着他吃得比平时多 快速地断了一杯牛奶到他面前 来宝贝 喝杯牛奶补充体力 谢谢 乔文和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对着福荣志妩媚的一笑 那模样要多勾魂就有多勾魂 让福荣志心神荡漾 假装恩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 特别是在欧阳璐这种讨厌的人面前 乔文和觉得没必要对他手下留情 乔文和由于意外导致流产 在公司里也请了一个长假 福荣志也不去公司了 直接在家里办公 天天都陪在他的身边 要不是有福荣志在身边陪着 乔文和当然也不可能乖乖地 待在福家老宅的 这不福太太都不在家呢 却在家里安插了那么多的眼线 很导人胃口 待在家里也非常的无聊呀 乔文和拿出手机来打给琴琴 喂 倩倩 你在忙什么呢 谁啊 没忙什么 听说你请成这样了 嗯 是呀 那真是太好了 赶紧出来见个面吧 嗯 好的呀 放下电话之后 乔文和准备换衣服出门 可惜福荣志看到了 你要去哪里 我约了琴倩去咖啡厅见面啊 你们两个女人有必要这么黏糊吗 简直就比我这个另一半还要恩爱呢 而且你是不是忘记了 自己现在是坐月子呢 不能出门 要在家静养 芙蓉智好心地提醒着 那语气里带着浓浓的酸味 感情是在吃醋了呀 她和乔文和在一起那么久 也不见她对自己那么伤心过 可是一说到那个闺蜜啊 恨不得马上就飞到她的身边去 那怎么办啊 我们都约好了见面地点了呀 乔文和一脸地不满 但是芙蓉智说的也是为她好 她也想身体快点好起来 那样她就能赶紧再怀上一个孩子 不至于让萱萱受那么多的苦 不如我去帮你把她接到家里来 芙蓉智想着收买琴倩 这样乔文和肯定不会再离开她了 可是她的奸计没能得逞 这样可不行哦 我们又没有正式的和好 只是先住在一起一段时间而已 你这么快让芊芊来你家 以后我们要是分开了呀 那她不得笑话我的呀 芙蓉智头上有乌鸦飞过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由万库文学授权的 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闯成瘾 报死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婷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芙蓉智 后期制作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出场CV 林小白 笑婷书生 七月可期 第六十七集 哎呀 芙蓉智 要不我戴帽子好不好吗 你送我去吗 我只做一下子就回来 乔温和向着芙蓉智求情 想要出去和秦倩那丫头见个面 两个人好久都没有小聚过了 难得乔温和现在闲着没事做 无聊得快要发霉了 那就只能求一下芙蓉智 两个人一块出去也好啊 反正芙蓉智是不会偷听他们聊天的 而且有她在身边 自己也是安全的 你怎么把芙蓉智也给带出来了 半个小时之后 咖啡厅里 秦倩早就来到了 见到乔温和开心地打着招呼 这有了男人的女人 真是不好惹啊 居然出门都带着个男人在身边 秦倩幽默地调侃道 你可不要想多了呀 我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 需要静养 她呢也是为了我好 才跟着我一起来的 乔温和和秦倩那么长时间的好友 怎么会不知道她的想法呢 秦倩听了之后 马上就露出了笑脸 原来是这样啊 你怎么回事啊 身体怎么样了 其实我现在真的有一点后悔了呀 就不应该涉足豪门 乔温和一脸的无奈 她也是为了萱萱没有办法呀 不得不这样做 但是在那里 她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呀 同时也失去了自己最想要的 你是不是傻呀 你自己来没来月经 难道都不知道吗 说来也奇怪呀 秦倩怎么觉得 乔温和最近越来越傻了呢 平时都是一个精明的女人 自从和芙蓉智在一起之后 好像一切都变了 变得傻傻的了 这段时间要忙的事情太多了 才会让我一下子没注意嘛 乔温和也知道自己理亏了 为什么孩子来到肚子里了 她都一点不知情呢 现在被秦倩骂得狗血淋头 乔温和的心里的痛苦 居然少了一些 反而有了一丝丝的安慰 至少在她难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会真心地心疼她 陪着她 有这样的一个好友 一辈子也值得了 她也不想那么多了 天南地北地和秦倩聊起来 你最近在福寨过得怎么样 我爱了一个小姐 我的意思是 她还没有个人 我爱了一丝丝丝 我爱了一扇丝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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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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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声点 乔温和责怪着他 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和他长期过下去的 我只是想要快点怀个孩子 然后就离开 那你回孕之后 他们附家的人 还会让你轻易离开吗 秦倩替好友担心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在怀上呢 乔温和也是真的迷惯了 如果说过去的事情 还有些什么留恋的 而现在他越发坚定了 一定要尽快让身体恢复 快点怀上孩子 早日离开芙蓉智 其实真实的想法是 乔温和其实是在害怕 害怕自己爱上芙蓉智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乔温和不敢再爱了 看了看手表 乔温和也有点累了 就和秦倩道别了 芙蓉智见她起身 快速地来到了她的身边 关心着问 是不是累了 那我送你回家休息吧 你先送芊蓉先回公司呗 然后我们再回家 乔温和不想让好友迟到 而且她上班 也是很拼命的那种人 哪怕感情里乔温和一塌糊涂 但是友情还是很坚固的 两个人都相互体谅对方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 由万库文学授权的 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闯成瘾 暴死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挺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 福荣志 后期制作 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出厂CV 林小白 笑挺书生 七月可期 道明 乔以儿 第六十八集 待福荣志送秦倩回到公司之后 就快速地开车朝着福家老宅驶去 乔文和 乔文和也许是真的累了 在车上就睡着了 由于刚刚流产 加上他之前也受过一些罪 现在也没有那么快恢复 福荣志看着他脸上 带着淡淡的疲惫 心疼地伸手在他脸上抚摸了一下 车很快就驶入了福家老宅了 乔文和正睡得香 福荣志不想打扰到他 直接打开车门 抱着他往楼上房间走去 想不到这时在大门口撞见了陈琳 他见到哥哥怀中抱着一个大活人 一下子就来气了 这么大的人没手没脚啊 要你抱 灵灵 你怎么说话的 福荣志的声音不大 却带着浓浓的不悦 吓得陈琳身子颤抖了一下 乖乖地闭上了嘴 不再说话 只是在转身之际 故意撞到了乔文和的双脚 乔文和睡得正舒服 突然感觉脚上一疼 这惊叫声在福家老宅响起 招来了全屋子人的关注 福荣志一脸不解地 看着怀中大叫出声的乔文和 他没记得自己在哪里撞疼了他呀 可是他的脸都皱成一团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乔文和睁开眼睛之后 对着站在不远处的陈琳 大声吼起来 喂 你怎么这样啊 那么宽的路你不走 你非要往我脚上撞 说着 乔文和从福荣志的怀里挣扎下来 可惜那腿疼得厉害 站都站不稳 一个踉枪差点跌倒在地了 幸好福荣志眼明手快地接住了他 才让他逃过了一劫 我就是喜欢撞你 怎么了 陈琳也不甘示弱 反正他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 有人替他撑腰了 他才不怕乔文和呢 乔文和疼得眼泪都出来了 哪里还会和他客气啊 喂 你不要太嚣张好不好 你不要太无力取闹哈 他疼得实在走不动了 才故意这样说的 陈琳才不会怕他呢 听着他这样说 立马就不怕死地走到了乔文和的面前 瞪眼看着他 哼 我来了 怎么着 你 啪的一声 乔文和的手打在了陈琳的脸上 福荣志看着这一幕发生得太快了 他都来不及阻止 事情就发生了 陈琳抱着脸痛哭起来 正好这是福敏拖着行李箱回来了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哭得那么伤心 不明所以地问着 怎么回事 陈琳撒娇地扑进了福敏的怀里 哭着说 都是这个可恶的女人 她打我 她该打 乔文和知道福敏是一个讲道理的人 也不怕她的直接说着 福敏是一个护短的人 但是乔文和也是她看着长大的 对于她的个性多少也有些了解 于是看了看福荣志 问 究竟怎么回事 福荣志怂怂肩膀 无奈地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次 这下子福敏对着怀中的宝贝生气了 灵灵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听话了 妈 你有没有搞错 你还是不是我妈妈 陈琳气得跺起脚来了 哭着鼻子问着福敏 仿佛福敏是一个陌生人 为什么大家都向着乔文和呢 都没有人向着她呢 她心想着 如果舅妈在家就好了 她一定会帮着我 一起对付这个狐猎精的 福敏一个耳光扫在了陈琳的脸上 乔文和吓得不轻 她万万没想到 福敏对自己唯一的女儿 也可以下手这么狠 而且陈琳还是她唯一的依靠 姑姑 灵灵还小 福荣志正了正 劝着福敏不要这样管教孩子 和她讲讲道理 她能听懂的 你刚才没有听到她嘴里说的话吗 都不知道 我不在的这半年里 上哪里学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 福敏气得身子颤抖 就在这时 福老爷子也从楼上走下来了 看到这一幕不仅没有劝说 反而还说 打得好 她早就应该受惩罚了 只是我一直不舍得下手 外公 陈琳想不到 向来那么宠爱她的外公 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样一来 陈琳的心里就更加地恨乔温和了 她究竟哪里做错了呢 为什么大家都帮着乔温和 没有一个人向着她呢 回房间去 一个星期不准出门 福敏听到爸爸的话 心里明白 这段时间玲玲太放肆了 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那么不懂事 如果还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 就如此不把长辈放在眼里 那以后长大了还这样不懂事 可怎么办呢 妈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陈琳反驳着 这里我说了算 你不可以因为自己年龄小就不懂规矩 狐狸取闹 狡猛蛮横 福敏刚下飞机累得半死 一回家见到这一幕 没有被气得吐血都是好事了 姑姑 我先带温和回房间休息了 芙蓉芝不想继续待在这里 乔温和自己走不了 芙蓉芝将她打横抱在怀里 上楼去了 芙老爷子对着管家说 赶紧叫家庭医生来 给温和看看 她身子很虚弱 好的 管家立马行动 福敏一脸愧疚地看着福老爷子 想要说什么 张了张嘴 嘴中一个字都没有说 却被福老爷子抢先说了 什么也不要说了 赶紧回房间休息吧 谢谢爸 福敏觉得 自己的孩子就是待在福家 跟在罗志音身边学坏的 等他好好休息一会儿之后 起床再来处理这些事情 福敏只有福荣志这么一个侄子 福家的家产以后都是他一个人的 但是他也搞不懂 为什么大哥在离世之前 把遗嘱写成那样了 躺在床上想了想 觉得大哥这么做都是有着他的用意的 自己也不去多想了 好好休息一下 他以后要对陈灵严加管教 想要好好的管教 那也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陈灵是福敏的孩子 但是从小就没有见过爸爸 一直生活在福家 被大家宠坏了 所以做事情都是很随性 现在也不小了 再不好好管教 以后会走上一条不归路的 福敏这次回来责任重大呀 他希望福荣志得到自己的幸福 更想管教好自己的孩子 希望乔温和可以永远在福家生活下去 只是每一件事都不是那么轻松能完成的 他辛苦的路还在后面呢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关注订阅不迷路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由万库文学授权的都市言情多人剧 霸宠成瘾 暴死别乱来 我是主播笑亭书生 在剧中饰演男主福荣志 后期制作道明 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本集出社CV 林小白 笑亭书生 七月可期 乔以儿 第六十九集 次日一大早 福敏还没有起床 就听到房门口传来了哭泣声 他站在门口仔细地听着 你躲开 你一大早在这信口开合什么呢你 乔温和语气里带着浓浓的不满 乔温和一直不想和福家的人有什么过节 本来就只是想要赶紧怀个孩子就离开 可是现在看来住进了这老宅里 少了一个福太太 又多了一个陈琳 真的让她头疼死了 想不到她今天特意起了一个早 只为下楼去帮着做早餐 谁知来到这走廊就见到了陈琳 她一脸瞧不起乔温和的样子 不管乔温和走到哪一边 她就挡在那一边 那样子就是不愿意让乔温和离开 乔温和气不过了 才对着她大吼出声的 你想做什么 乔温和气得脸都绿了 我想做什么 这是我家啊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要你管吗 陈琳一脸高傲地硬着 随后她伸出食指来对准了乔温和的鼻子说 昨天我妈刚下飞机太累了 才会帮着你的 从今以后 我会让你知道 得罪我的下场是什么 哟 乔温和冷笑出声 真看不出来啊 这么一个毛都没有长齐的小丫头骗子 居然敢这么嚣张啊 如果今天她放任着她这么嚣张下去的话 那是不是她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了呢 灵灵 你可不要怪表嫂没有提醒你哈 一个未成年的女孩 不要这么凶巴巴的 长得丑也就算了 脾气还这么横 这以后要是长大了 谁家孩子敢娶你啊 乔温和脸上带着淡淡的鄙视 陈琳震惊的嘴都张大了 她因生气而瞪得很大的眼睛 怒视着乔温和说 你 你居然说我长得丑 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了吧 也难怪 你的眼睛都受伤了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从小到大 陈琳身边的人都是捧着她的 从来不会有人当着她面前说她长得丑 乔温和是第一个说她长得丑的人 让她非常的愤怒 我眼睛虽然受伤了 但是我审美能力还在呀 你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 自然是听习惯了别人排马屁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实话不中听的 你喜欢不喜欢听 我都只告诉你一个事实而已 乔温和耸耸肩膀 不再理会站在她面前的人 在离开之际还不忘记提醒道 哎呀 没事啊 就多照下镜子 不要总是盯着我好不好 背后过分的安静 并非陈琳不恼火 只是她这会儿气得不知所措了 要说她长这么大以来都是过得很顺 没有经过任何风浪 然而这一刻 她的自尊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 乔温和快速地冲进了厨房 不想再和福家的人发生任何的不愉快 可就算这样 她依旧听到楼道里传来了 陈琳撕心裂肺的痛哭声 哥哥 我的样子真的很难看吗 乔温和停顿在了厨房的门口 静静地听着楼道处传来的声响 为什么这么问 很漂亮啊 我妹妹怎么可能会难看呢 芙蓉智一脸疼惜地 抚着她泪流满面的脸 乔温和轻轻叹息一声 看来这公主病养成 多半是芙蓉智宠出来的 除了你带回家的那个死女人 还能有谁啊 她居然帮我长大了没人要 陈琳的哭声越来越大 立马就把大家都招出来了 我家灵力哪里长得不好看了 谁说的 有胆子来我面前说 芙蓉智一脸生气地冲出来 姑姑 你大嫂子吵什么呢 芙蓉智不喜欢吵 她不说话还好啊 这一说话就招上麻烦了 哥哥 你一直以来不都是宠我的吗 这一大早的 我就被你带回来的女人给欺负了 难道这事你不打算惯了吗 陈琳一脸绝望地哭泣着 荣志啊 你是不是被乔温和下了迷药啊 她这才刚回来 你就什么事情都向着她了 这以后 还让不让我们福家人活了 福敏这会儿也是一脸不悦地说着 芙蓉智也不知道要如何解释 她不再蹚这个浑水了 一个转身往楼梯走去 没想到被陈琳快速地拉住了衣袖 哥哥 难道这事就这样算了吗 放手 芙蓉智一脸不爽地低吼着 我就不放 你如果不帮我给点颜色 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乔温和看看 我一天都不会放开你的 谁不知天高地厚了 乔温和是你的婊嫂 你就是这么没有教养的吗 没大没小的 还想要教训别人 先看看自己是怎么做的 芙蓉智也不知道 哪里来的勇气 对着陈琳大吼起来 芙蓉智一挥手 将陈琳甩到了一米开外去 看也不看她一眼 就朝着楼下走去了 背后传来了陈琳 伤心欲绝的哭喊声 芙蓉一脸无奈地安慰着女儿 芙蓉 不要伤心了啊 你哥哥是吃错药了 才会这样对你的 等爷爷起床了 好好教训教训他 芙蓉智走下楼 就见到了乔温和 站在厨房门口 芙蓉智拉拉拉胸前的领带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问 你是在当门神吗 我可没有那样的爱好 只是想着你会下来骂我 乔温和笑着走进了厨房 拿起一个蛋糕递给芙蓉智 我骂你做什么 乔温和手指向了上面 芙蓉智扯了扯嘴角 我从来不怀疑你的为人 不用做无谓的解释 不用浪费太多的口水 芙蓉智简单的一句话 就省去了一大堆的麻烦 那感谢你相信我 这没什么好言谢的 以后不管是谁对你不客气 刁难你 你就回敬过去 乔温和一脸的震惊 他从来不觉得 芙蓉智会在乎自己 但是想不到他在他家人和自己之间 毅然地选择了自己 你这么做就不担心他们会为难你吗 芙蓉智和他一起走到了餐桌边坐下 抢过他手中的蛋糕吃了一口 一脸无所谓地说着 我不怕他们会为难我 因为他们不敢 家人没得选择 但是你却是我自己选择的 乔温和垂眼 手来回搓着 但是